各位同学 咱们今天来学习第五章 审计标准 审计证据 还有审计工作低稿 从咱们这个章的名字上就能看出来 这一章讲了三件事 对吧 好 我们先看啊 这一章考试情况的介绍 这一章依然属于基础性知识 和前后章节都有一些紧密的联系 审计标准和审计证据 也就是前两个问题 是需要大家稍微灵活点掌握的 特别是审计证据这个是需要应用的 它很有可能和后面要结合在一块考 因为证据嘛 你想 审计我们做了半天 肯定会涉及到我要收集什么样的证据 这个证据要有什么样特征 这种东西 考试当中呢 这一章依然是单选多选题出现 分值三到五分 或者倾向于 更倾向于多一点分 因为这一章其实它基础值是挺多的 所以咱们说五分左右吧 比较合适 这是六分左右 一样 那本章考试大纲对中级和初级的要求当中 初级考试在审计证据的决策处理过程的影响 和审计证据决策的因素 以及审计工作底稿的分类中仅做了解 那其实中级这块也不考 就是初级和中级这块都不属于重点内容 所以我们做这个区分其实意义不太大 那就是前面我说过的咱们中级初级的区分呢 具体在于应用 比如说这张 可能它有一些灵活掌握的东西是中级去考应用 那初级的同学呢 他就是考就试论试 就是你这个概念清楚不清楚会判断 来看一下啊 这张内容就是三个标题 如果我们把它按照重点来排一下序的话 审计证据是占第一位的 就前面说因为它是一个基础 前后到应用 整个审计过程中 我在做工作的时候 审计证据是必须要收集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审计标准 审计标准也容易考 但是它考呢 停留在概念的辨识上 特别是这个概念审计标准 和咱们前面第三章 第三章叫审计准则 那儿就提到了审计标准 这个一个呢 在这儿审计标准是衡量被审计单位 它做的对不对的 而审计准则是衡量审计人员自身 做的对不对的 它不一样 对不对 到那儿就说了 所以它是一个概念性的辨识 就是什么样可以成为标准 什么样不能成为标准 那审计证据你可就要会应用了 比如在某种情况下 我应该收集什么样证据 那或者说这种证据 能不能证明你的需要证明的这种认定啊 观点啊 那你是要会判断的 所以证据它应用难度更高一点更灵活一点 最后第三个就是工作底稿 刚才提到工作底稿 其实这个东西考试频率比较低 它根本就属于非重要的一个章节 如果考那顶多也涉及到一个题 就这么一个小题的意思啊 所以说工作底稿 咱不用花太多精力 来第一节 审计标准 今年审计标准就微微有一点变化啊 加了一个小词说的更准确了 什么叫审计标准呢 它是进行审计时判断审计事项 是非优劣的准生 这个就咱们在第三章已经说了 一定是和审计准则要区别的 审计准则是判断审计人员行为对不对的 而审计标准呢 它是判断审计事项 就真正是被审计单位 它做的对不对的 比如说被审计单位 它会计政策用错了 这叫什么呀 它用那会计政策去衡量它 用的叫审计标准 而审计人员在操作的时候违规了 审计人员没有做封建评估 或者没有怎么怎么着做 它是违反的叫审计准则 所以一个是衡量被审计单位用的 一个衡量是自己的 不一样啊 那是非优劣准则是做出审计结论和决定的依据 就新加了一个词叫结论 无所谓啊 这个核心意思没变 第二审计标准的分类 审计标准的来源呢 是多样化的 它可以有内部的标准 就是同一个同一次审计 它的标准也可以是多样化的 就是你想这家单位 我是不是也要符合经济法的规定啊 要符合税法会计的准则的一些规定 我还要符合我自己的一些规定吧 都要 所以内部制定的和外部制定的 它都叫标准 那么来源多样化 来源多样化 外部呢 包括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 对地方的政策部门的规章制度下达通知等等 它这个都叫 因为你都得听嘛 都得遵守 好 这是第一个啊 来源 第二个 按照审计标准的性质和内容 它也是多样化的 分成不同的层次 这里头呢 今年教材变化是法律法规的具体叙述 它稍微的有点变化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是不需要记的 比如说原来叫什么 什么 哎 我具体我还真有点忘了 叫比如说多一个字少一字 原来叫什么什么这个法 然后原来现在叫什么什么规定啊 或者法规之类的 它这个法律法规呢 你只要知道 这是国家法律法规需要遵守的 就完了 就完了 它分的层次是 第一个层级是法律法规 第二个层级是规章制度 第三个层级是 企业自己的预算计划合同 还有呢 业务技术标准 这种 它不同的层级 越高 法律效率越强 下级和上级相冲突的时候 听谁的 听上级的 就完了 咱们考试考过什么 考过就说 给你一些名字 问你 这里边法律效率最高的是谁 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那你就要看 它叫什么什么法的是最高的 下面制度计划呀 自己规定呀 那都是四级的 这是一个啊 大家要知道了 还有一种考法 或者还有一种咱们考试当中会涉及到的 就是什么可以成为标准 什么不能成为标准 大家往往就初学同学啊 往往是会觉得像什么预算啊 合同啊 计划呀 就是被审理单位内部的这些东西规定 它叫标准吗 当然也叫 这个东西是叫的啊 就是比如你单位的自己的一些 呃 内部控制的条例 你是不是自己要执行啊 它叫不要标准 叫啊 这些都叫 那嗯 还有一个就是专家 行业专家的意见叫不叫标准 这个也叫 因为他基于他有知识啊 就这种做的一些专业的判断 但是报纸杂志的这种文章 他就不叫标准了 因为他不具有这种什么 不具有就稳定客观的这种性质 好 这是咱们说的 再往后 再往后 第三 审计标准的特点 这块是今年教材新增的 这个这个特点 其实也是前几年给删掉了 现在又加回来了 其实这个特点 我觉得很好 应该加回来 你是在做判断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 知道这么一个共性的规定 是容易做判断的 比如说 我先拿一例子说啊 比如说 你去审计被审单位的时候 审计他十年以前的账 说他做错了 为什么做错了 比如说你看你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你和现在的规定就不一样吗 你那会你就做错了 那被审计单位一定说我很冤枉 为什么 你说我十年前 我按十年前规定做的 我哪知道现在规定变成这样了 规定是不断在变的 所以咱们说 在用规范去判断被审计单位 事项对不对的时候 他有一个层次性 时效性和地域性 第一个层次性是按管辖范围权威大小不同 刚才说了 层级越高的管辖范围越大 层级范围越低的 它是这个厂的单独的规定 它只在这个厂区内有效 这是第一个层次性 时效性就是我刚才举例 你不能拿现在的标准 去套以前的做法 对不对 你需要按当时发生时的事项 应用当时的标准 看看对不对 这叫时效性 地域性呢 也是你不能拿这个地区的规定 去套那个地区 它一定是有地域的限制 就跟咱们现在这考试似的 说在某些地区50分就算通过 在其他地区60分才能通过 那你不能就互相乱用 那不可以 只能是在某一个地区内有效 好 那要回和审计准则相区分 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小点 接着咱们看审计标准的分类 审计标准呢 它可以很多种类型 首先它来源 按照来源分类 可以是内部制定的 外部制定的 那内部制定的 当然就是单位内部的规章制度 比如说它内控的制度 报销的流程 审核的流程等等 那外部制度呢 就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 还有一些上级部门的一些通知 那这些同学初学者啊 我要跟大家说强调一个 就是说这个标准不是 我只能选一个用 不是啊不是啊 就是这个标准我可以同时都应用 你想作为一个单位 我是不是既要符合公司法 也要符合税法 我要也要符合会计的一些法律法规 是吧 同时都要符合 它并不冲突 那我单位内部的规章制度 我是不是也得遵守啊 同样 所以他们都是共同可以遵守的 只不过从来源分类可以分成内部和外部 如果人问你说哪些叫内部的 哪些叫外部的 这很好挑出来啊 这种题是很简单的 接着咱们按标准的性质 可以分成 比如说最高级次的就是法律法规 然后呢比法律法规稍微弱一点的 叫规章制度 一般是部门制定的 接着呢是预算计划合同 以及业务规范经济标准 这些你看 它都可以作为标准 就大家知道会选就行了啊 第三个审计标准的原则 标准选用的原则是什么呢 四个方面 因为咱们这出的都是选择题 所以这个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他提出啊 你要会选就行 第一个客观 客观啊 什么叫客观呢 应该以正式的文件为准 而不能以报纸杂志文章 因为报纸杂志文章呢 它就不太具有客观性 我们经常看 就是网上议论 有时候很有意思这件事 老是出现反转 对吧 开始大家都说他错了 后来发现哎呀他被冤枉了 又说那个人错了 就这种反转 所以报纸杂志的一些评论 它是不太具有客观性的 我们要以正式的文件为准 这是第一个叫客观性 理解第二个审计标准的适用性 你要评价这个标准能不能用在这家单位身上 所以这时候呢 它有时效性和地域性的区别 比如说我这个地区发布的一些规章制度 我只适用于这个地区 你拿到别的地区是不适用的 或者你说我这个时效性 我拿现在的会计准则去套 以前他的会计处理可能是不对的 因为他的做法都变更了 也有时效性这问题 那他们俩呢 规集在一块叫适用性 第三个叫相关性 相关性呢不太好理解 就相关这个词 后面咱们在学审计证据的时候 还要碰上相关 相关这个词指的是 这个标准 咱们现在不是说的是标准吗 能不能够用来证明这个事 和刚才那个适用性呢 又不太一样 适用性考虑的时效和地域 但有的标准 它可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就是这个标准其实是共用的 但是它不适合证明这件事 不适合用来来证明这件事 我举一个相关的例子 相关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学生 我们要评价他是不是优秀 我们可以从德智体美劳 各方面去评价 但是你说从他的 我们用身高来评价他好不好 优秀不优秀 我用那个头发的长短 我用碰瘦 是吧 我等等这些东西 我用的视力好不好 等等 这些都不是 都不是相关的标准 就是这种东西虽然存在 但它不是用来衡量 这个学生优秀不优秀的标准 那这个叫相关性 相关性就是你要能够用来衡量 这件事我们才能选 第四个 审计标准的公认性 公认性的标准不一致时 采用权威 公认程度更高的标准去做 这是从原理上去说啊 说客观性 适用性 相关性和公认性 但是考试的时候 他可能会出什么样的题目呢 会出一些 就是实际的灵活的例子 让大家挑 比如说下列哪些 能够成为标准 那有时候呢 你看最多的 咱们经常说的就干扰项 比如说他拿一个报纸杂志 依据说这个能成为标准吗 你要知道 不能 好 这是一个啊 那咱们看啊 现在就一个题目 2021年的考题 这个离咱们很近的啊 单选题 下列有关审计人 选用审计标准的做法 错误的事 选择于错误的 国家有关方针政策 这可以选 然后第二个 社交媒体相关报道 不就刚才咱们说的吗 这个是不能选的 就是他就是错的 最后咱就选他就行了 就社交媒体这事 出过很多次 所以咱们来回来去经常说 出现这种题 你就必须要得分的 因为讲过很多次了 接着公认的业务惯例 或者良好的实物 另外最后呢 法律法规的一些规范性文件 一看 A C D 都很靠谱 对吧 就B 不太靠谱 选B 错误的 这是简单的题 就是咱们一次考试当中 一次考试当中 不可能全是特别难的 你都没见过的题 一定是穿插着来的 好 接着咱们看第二节 审计证据 审计证据是指 审计人员为了得出审计结论 形成审计意见 而使用的全部信息 包括审计员调查了解 被审计单位 及其相关情况的 对确定审计事项进行审查 所获取的证据 那证据这个含义不重要 不重要 他一般考试都不会围绕这 考证据你就知道 我是为了证明这件事 而收集到的信息就够了 接着呢 证据的作用 也不是太重要 证据最终核心要考的是 后面的分类 那当然作用咱们也要看一下 如果涉及到这种文字上的题 你别判断错就行 接着啊 作用在审计工作中确立审计目标 然后围绕着目标去实施必要的程序 运用方法去获取有证明利益的证据 你看证据 就是说他在整个审计流程当中 他处于什么环节呢 就是目标依然是 咱们前面说的审计目标 依然是打头阵的 他是一个我的最终要实现的东西 那围绕这个目标 我就开始做工作了 这做的工作有审计程序 有审计方法 那最后我要收集到的这个东西 就是证据 这个证据呢 他需要具备充分的证明力 和能够证明力这个特征啊 叫充分适当的证据 后边咱要说 最后去证实审计目标 形成审计结论 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时候呢审计证据是评价 审计事项的一个根据 同时呢审计证据是形成审计意见 做出审计决定的基础 所以你说审计意见 要不要有证据作为基石 要 接着往下啊 接着往下 好 这是重要的 这是重点 而且写了 他会结合案例分析题去考 就案例分析题里头可能有他 审计证据的分类 他还有几个口径 我们先看啊 先看这个大标题 按审计证据 按到形式不同 形式不同就是 他是实务证据 试听证据 口头证据 这种啊 就是形式 这个证据 他的形式 自身的形式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种分类方式 接着我们看第二种分类方式呢 是按照来源 就是你从谁那获取的 这是一种 是我自己获取的 还是我从这个单位获取的 还是我从第三方那获取的 这都不一样啊 这是按照来源分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咱们先把分类看一下啊 最后一个 对 最后一个按他的相互关系 就是这个证据啊 给我的工作带来的用处大不大 分成基本证据和辅助证据 很显然辅助证据 对我们审计当中作用不是太大 一共就分成这三种啊 分成这三种 那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不同的口径去划分证据的分类 这是一个啊 不同的形式 它有什么样 特别刚才按照来源分 因为来源这个事从中文字面意思上你很容易理解 对吧 记住 说来源 那就内部外部和我自己得到的 他经常有时候也会涉及到按照这种分类口径去考 这是一种考法 另外一种考法那当然就是具体的理念的 比如说第一个 审计证据按照其形式不同 分成什么呢 分成实物证据 哎 你想想你怎么能记住啊 顾名思义吗 实物和实物有关系的 书面证据 我看纸质材料获得的 口头证据 我问他 他回答我获得的 视听证据 或电子证据 那你这些磁带呀 录像带呀 这种东西啊 鉴定 勘验证据 那就是在这过程中需要分析或者专家的就是勘验获取的证据 最后环境证据 环境证据就是大的方面的 一共这几个 考试的时候 第一个要知道他自己定义 比如人问你说下列哪些属于实物证据 哪些属于口头证据 你要汇选 这是这是一种啊 还有一种呢 他如果结合到就其他的方面去 说我某一个审计成据 然后获取了一证据 这这种证据叫什么呀 对吧 你也要汇 比如我盘点 我去被人单位盘点了 哎 多少个东西啊 获得的叫什么证据 叫实物证据 不一样吗 或者他联系到别的 说我去盘点的时候 他既是实物证据 又什么亲历证据 我亲自去看了吗 他就结合后面一个分类了 所以他可以有很多种考法 好 那我们看啊 就理解这个东西会判断 第一个实物证据 实物证据通常包括固定资产 存货有价证券现金 也就是说 你想一想在报表上 资产类里边 资产类里边 凡是有实物形态的 不就那几个吗 什么现金 有价证券 然后那个什么票据 什么应收票据 那个票据啊 什么存货 固定资产 凡是有实物形态存在的 都可以去实际观察盘点的 得到它的存在性 这种证据的 咱们都是有实物证据 在这里为什么突出说 我去盘点获得的证明是实物东西的存在性呢 就需要大家回忆一下审计目标那张 就前面那张吧 第四张 说这个认定或者具体审计目标 咱们说得判断 说它不能多记 不能少记 还记得吗 说那个时间别记错 分类别记错 就科目别记错 什么什么 这一大堆 其中说它不能多记里边 这个多记一个就叫存在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叫发生 还记得吗 存在和发生的认定 这个存在就这东西有没有 它没有被多记 而实物的盘点 不管是盘固定资产存货 还是什么什么东西 它最能够 第一位能够证明的 就是对这东西没有被多记 它就这么多 它是真实存在的 不是虚假虚构的 如果是虚构的 这东西没有了 不存在 是账面上 什么叫虚构啊 你要知道 什么叫虚构 就是账面上记多了 账面上多 实物没有 你去那一看 这没东西 那它的存在性有问题 它是虚假的记录 知道吗 这叫存在性 好 但是呢 我们通过实物的去盘点的话 虽然说能证明存在性 但有些 有些认定是不能够证明的 比如说资产的归属权 资产的质量分类 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计价的一些证据 这你都获得不了 可能能获得一些简单的证据 但是不是绝对有说服力的 比如说归属权 我指着这儿一座楼 大楼说 这是我家的楼 你信吗 你说你开玩笑 对吧 你得拿出你说你拿出产权证来 让我看看 如果写着你名字 我才相信 那这就是归属权的问题 所有权归属权 它是通过检查资料才能看见的 不是说你去看实物存在性 你能看到的 那这就是不同的方式 审计的取证方法 它会获取不同的证据 而不同的证据呢 是对应着不同的认定来的 那这要不然人考试考什么 考的就是这个 就是你会不会这个 这是一个考点 实物证据能够证明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书面证据 书面证据呢 是整证据中最主要的部分 也是数量最多的 来源最广的 毫无疑问 所以呢 它可能和方方面面都有关系 不像它只强调了某一个方面 这叫书面证据 但是有一个经典的 大家要知道 书面证据是数量最多的 来源最广泛的 接着口头证据 在取得口头证据时 应将其转换成书面记录 并取得 那个提供 证据者的签字盖章 那同学们说 说那这时候口头证据 它就是书面证据了呗 那其实还不太一样 因为口头证据 它代表的是个人的观点 虽然它经过签字盖章 也是个人的观点 需要其他证据去支持 你不能说 凭那人说我要检举揭发 他们怎么怎么做错了 你就说它肯定错了 咱调证 这不行 你得去追查 好 接着啊 第四个 试听或电子证据 随着科学技术 审计技术的发展 这类证据呢 经常运用 你看现在其实都计算机存储了嘛 所以试听电子证据就越来越多了 你输出的这东西 打谁都 现在打印账本比较少啊 都是电子的 对吧 你直接在电脑里看 第五个 鉴定和勘验证据 鉴定勘验证据 是指因为特殊需要 审计机关指派 聘请专门人员 对某些审计事项 进行鉴定而产生的 比如说票据的真伪 有时候涉及到 我得请专家 或者请专门的部门去鉴定 我自己是他们出来的 那这种呢 就是鉴定和勘验证据 不明思义 其实就够了 就可以 第六环境证据 环境证据呢 就这个最 好像是最虚哈 就看不见摸不着的 所以呢 你要关注一下书上这个 例如这两个字 就这个 在咱们审计教材当中 例如不仅仅是这儿啊 别处你要注意 因为例如其实可以成为选项 既然书上都说了 这个叫环境证据 人给你出一题ABCD 把这写上 你说你选不选 选吧 都一样 所以审计当中 他给你举例子 不要跳过去 你要看一看这个例子 他在说什么 咱们先看定义啊 审计证据一般不作为主要证据 但他可以帮助审计员 来了解被审计单位和审计事项 所处的环境 比如说什么呢 被审计单位的地理位置 内部控制的状况 管理的状况 人员的素质 国内外政治形式 经济形式等等 就这里头包括单位自身的 也包括外部的 但他都是比较大的方面 整体的素质 管理的状况 整体的情况 所以说审计证据呢 一般他 就是环境证据啊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环境 有问题 他可能也不会指向某一个点 就是说 这个环境有问题 他存货就错了 或者哪个科目就错了 他往往影响的是单位的 方方面面的事 你只能说他这个 整体出错的概率比较高 那审计证据呢 一般不作为主要证据 他可以帮助审计员去了解 被审计单位 事项所处的环境 为审计人分析判断 审计事项提供有用的信息 审计人是审计人必须掌握的资料 这叫环境 好那第一种分类 咱们说完了 按照他的什么呀 哎叫什么 内容是吧 内容啊 好接着呢 按照他的来源不同来分类 分成亲历证据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 亲历证据顾名思义 这个亲历指的是审计人员亲历 审计人员去做 刚才说我去监督他盘点 或者说我把他的那个需要测算的东西 比如说他踢车救或者什么社保啊 工资啊 我再给他算一遍 这个都叫亲历证据 就我亲自动手做了一遍 那这时候亲历证据获得的 他在这儿为什么说这种分类有用处呢 因为这种分类 他决定着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就是我能不能相信这种证据 后面在学审计特征的时候会提到 就审计证据的可靠性和他的来源密切相关 如果这个证据是我亲自去监督获取的 或者是我从第三方获取的 那么这两种证据 他的证明力都是比较高的 肯定比这个被审计单位内部提供的证据证明力要高 因为内部证据 他是非常容易篡改的 他和外部都没关系 他自个想写上什么书就写上什么书 那这样 那这个这个是一个点要会比较的 所以学证是和后边有联系 接着啊第二个内部证据 内部证据呢 比如说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填制的书面资料 比如说他填制的发票啊收据啊 队长单啊 特别典型的就咱们那出库单入库单 他虽然有签字都是部门内部的嘛 或者工资的那些什么领的表 接着啊外部证据 外部证据是指审计人员从被审计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取得的审计证据 包括其他单位的陈述和外来材料 其他单位陈述呢 是其他单位应审计人员的要求对被审计单位所寄存的财物 说明经济情况什么什么的 比如说他那个存货放在别人的仓库那儿 然后让人家第三方仓库出一个证明 这叫外部证据 这个外部证据呢是没有经过被审计单位守的 他没有通过被审计单位 直接就到达了审计人员那儿 那这时候认为他的证明率特别高 篡改的可能性比较小 是这样 外部未来资料呢是指审计人员从其他单位取得的证明 审计事项的凭证账目报表合同文件的摘录等 重点不在于形式 重点在于他从谁那儿获取到的 从第三方获取到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题 单选题 下列各项审计证据中 属于实物证据的 实物证据的 想想啊 刚才咱们前两个都说完了 那实物证据是第一类里边说的 对吧 实物证据 计算机存储的资料 电子的 当事人谈话的录音带 也是啊 这电子媒介 被审计单位的库存现金 哎 这个有实物了 对吧 好 这个像实物 最后一个 经济业务发生时现场的录像带 那其他都是视听的证据 电子证据 只有C 它是有实物存在的 所以咱们选C 再来看一个啊 亲力证据 这是刚才第二个分类 说下列审计中属于亲力证据的 审计员人员取得的银行对账单 你说哎 我亲自取得的 这个但是银行对账单是什么东西 银行对账单是每个月被审计单位 就是企业他自己要去管银行要 把对账单要过来 然后给审计员员 审计员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他没有去比如说计算 如果他说我重新给他拿了对账单 我重新给他做一遍什么银行存款调节表 他在里边付出了他的计算这个工作了 那叫亲力证据 但在这咱们就是拿到这个东西不叫啊 这所有的资料咱们都要去拿嘛 然后接着取得账单分析表 他没说我去给他做账单分析表 他就是取得不叫 第三审计员韩正应收账款时收到的回函 韩正应收账款收到的回函 也是他在里头没有他自己的工作量 最后一个 D审计人员存货 对存货实施监盘程序后 填制的存货监盘记录表 这里边体现了他在里边 他去看了 他去数数了 完了再填制这个东西 这时候体现他自己在里边做工作 做分析做判断了 形成这么一个 别的呢不存在他的分析判断在里边 所以D叫亲历证据 但你不要记这个 就是你要记的是核心 说这些东西能不能最后有没有 他也有亲历证据的 就像我刚才举例说 我取得对上单 然后我给他做分析 填了一个什么什么表 那那个表也叫亲历证据 就这个里头 关键是看审计人员 他付出的工作是什么 接着啊接着第三个 审计证据按其相互关系分类 这个就不太重要了 这种分类标准不太重要 分成基本证据和辅助证据 基本证据就是和审计 就最终的目标 直接密切相关的 他就不能少的 比如说 账户余额证明资产 负债表金额的正确性 我用账户余额去证明 就是他不能少你不能说我审计了一个东西 我连账户余额都没看 我不知道他账户有多少钱 我就认为他报表对了 这不太可能 对吧 他是有密切关系的 叫基本证据 而辅助证据呢 就是可有可无的 比如刚才说的口头证据啊 就这种东西 你问了是证据 但你问了呢 也不能作为基石 这么一个问题 辅助证据是指对审计事项的某一审计目标 有间接证明力 证明作用的 那环境证据呢 通常作为辅助证据 他也不能够直接指向说 哪件事对了 哪件事错了 是这样 取得基本证据最为重要 但是要获取充分可靠的证据呢 单有这种基本证据 也是不足够的 所以辅助证据 我们也是在审计过程中 需要被收集的 这么一个过程 好大家就知道啊 需要有基本的和辅助的分类就可以 这是第一个啊 咱们审计证据的 第一个这张最重要的地方 就审计证据的分类 第二个这张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下面 审计证据的质量特征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呢 如果我们把质量这个字去掉 其实更好一点 就审计证据的特征 审计证据的特征 审计证据需要具备两方面的特征 一个呢叫适当性 一个叫充分性 充分性呢是数量上的要求 就是你在证明这件事 对不对的时候 不能仅看了一个东西 就说他全对了 比如说我在看一个收入 这收入今年一共一百万 然后我查了说他一万块钱对了 那我认为其他九十九万也都对 这个就不太符合充分性 他起码你得看七八十万 五六十万证明说一百万都对了 这是一个量上的配比 接着呢适当性是一个质量上的要求 这才叫质量上要求 就是你取得的是证据好不好 他是否具备证明力 去证明你想证明的那件事 这叫适当性 那这两个呢是同时作用的 就他们俩同时满足的情况下 我们才说这个审计证据收集到位了 适当性是对审计证据质量的衡量 即审计证据在支持审计结论方面 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 注意一下 你会发现适当性 它又被匹成了两个小点 一个叫相关 一个叫可靠 我看看啊 我应该画了一个图 对 画在这儿了 这个图需要你记一下 这个图你需要印在脑子里 是需要你背一下的 就是要求大家背的东西并不多 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几个词 因为它是个很基础的东西 所以你背下来是合理的 神经证据的特征分成两个 还是说一下 第一个叫充分性 刚才说的是数量上的要求 而第二个适当性是质量上的要求 而适当性呢 它又分成两个分支 一个叫相关 还有一个叫可靠 那这两个 它分别又有不同的解释 记住了啊 记住了一共是这几个特征 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在这儿 它分成相关和可靠 相关性呢 是指用作审计证据的信息 与审计事项 及具体审计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个相关啊 刚才看那个 见过这个词对吧 在审计标准那块 说审计标准的判定 其中有一个要有相关 相关性 那这块的相关性和刚才那相关性呢 它内含的意思差不多 它说的相关性就是 你获得的这个审计证据 要能够用来证明这个审计目标 就像咱们前面刚才提到的 举个例子 就是那个实物证据 说实物证据只能证明这件事的存在性 就这个东西有没有 一看这东西有 在这儿呢 但是它证明不了它的所有权 那这时候实物证据 咱们就怎么说呢 就是实物证据和它的存在性 这个目标相关 叫相关 它能够证明这件事 就是它的逻辑关系 但是呢 它和所有权这个目标不相关 这么说 就叫相关不相关 另外一个可靠性 这不两个吗 可靠性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 在审计证据的来源分类当中说 这个来源于外部和亲历的证据 它可靠性更高一点 对吧 更可靠 说的就这儿 它是指证据的可信程度 第二个 充分性 充分性就是数量上的要求 刚才说了 在咱们那个考题当中 大家注意它会混 给你往一块混 对比 它说啊 说它会这么说 说审计证据的适当性 或者审计证据的相关性 就是指审计数量上要足够 它就给你把几个概念的名称和内涵啊 互相兑换 看你能不能选出来 充分性你要怎么记呢 就那个顾名思义充分嘛 充分就是数量上多 审计人员在评估存在重要问题的可能性和审计证据质量的基础上 决定应当获取审计证据的数量 就数量多少 这个东西呢 不是绝对的啊 不是说规定的 你一定要获得多少 它还是一个人为判断在里边的 但并不是说审计证据的数量越多越好 审计人员应考虑取证的经济性 但对于重要的审计证据 不应以审计成本高 获取审计证据难度大为由 减少必要的审计程序 这个说法 这个考题都特别容易 因为你看正反都被他说了 说就是成本要考虑吗 他说可以考虑 但是呢 必要的时候 就是他一定是必要的 你又不能去替代证据力不足的那种啊 方法 咱们举个例子啊 讲故事就大家就理解什么意思了 说成本能不能考虑 能但必须是在没有瑕疵的情况下 比如说他的存货 不在自己的仓库里 在外地的公用仓库里 第三方仓库里 那这种我们如果坐飞机坐火车去 这人员成本 而且我就去看一下就回来了 很不值得花几千块钱 是吧 然后呢 我可以请对方的公用仓库吗 他出一喊 说证明他仓库里确实有这些东西 是不是就能说明了 就可以 那他成本低多了 他成本就是一个沟通的这么一个成本费用者就一百块钱之内搞定了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成本的考虑 这是第一个 他可以考虑 而且这个证据呢 也是来于第三方的 他的可靠性就比较高 我们就认为可以 但另外一个如果不可替代的 什么叫不可替代的呢 比如说这个东西不在第三方 他虽然在远处 原来就特别早 诸会里有一道题啊 就是说那个 有一个船 远洋渔轮 那在12月31号的时候需要盘点 但他回不了港 回不了港呢 那船上这些人全是这公司自己的人 这船也是这公司的 他说那我这样 我请船长啊 大夫啊什么的啊 或者船上人做一个盘点给发回来 我们总经理去签字授权一下 然后那个财务部再给你来个确认什么什么的 就是这种 但是他说来说去全内部的 我们就认为这种证明力是不够的 所以他这个就是 就是这种成本啊 这种证据是不能由于成本 就是为了控制成本而取代的 那你就说 我就要亲自去 我打直升飞机 你也得去获取这个没有瑕疵的证据 当然具体咱说这可行不可行 咱不讨论啊 就是说这个意思 我要让这个证据没有瑕疵 所以注意他说的话 就是对于重要的审计事项 不应以成本 高获取证据的难度 大为由 降低必要的审计程序 就只要这题目说出 它是必要的 那你就不能少了 好我们说完了啊 说完了这个 就是这个图 充分性适当性 适当性分成相关可靠之后 可靠性咱还没讲 他书没写的一块 他后边讲了 那这个咱们后面再说 就是大家大的分类先知道 分成充分性和适当性 具体的小项相关和可靠的细节 后面去说 好先说大的啊 大的方面充分性和适当性之间的关系 一个是数量 一个是质量 那充分性和适当性 是审计证据的两个重要特征 缺一不可 只有充分且适当的证据 它才是我们要的 审计证据的质量越高 好这第二句话很经典啊 审计证据质量越高 需要的审计证据数量 可能越少 人没说必须越少啊 但是审计证据的质量和数量 有没有影响 也很有影响 你说我取得了一个东西 非常有证明力 比如银行存款 它到底有多少钱 我已经取得了银行的回函 银行已经告我了 他告我了之后 我还用取得其他的证据 去证明它到底有多少钱 不用了 我认为这个证据就非常有说服力 银行说的第三方说的 对不对 是这样 即呢 审计证据的适当性 会影响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这是一个 尽管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和适当性相关 好这是第三句话 也非常经典啊 但是如果审计证据的质量 存在缺陷 那么我们能够用数量去弥补吗 不能 不能注意啊 它的前提是审计证据质量有缺陷 就像那远洋渔伦那个 它再找多少人去给它做证明 都是它内部的 人再多也没用 这是质量上存在缺陷 所以是不能弥补的 这都是经典性话语 考试里边出很正常 来看一题啊 线列有关审计证据质量特征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审计证据的客观性 首先 我们就没有客观性这个事儿 对吧 你要 我说了刚才那个是要让大家背下 就那几个词是要背下来 你要背下来就知道客观性首先就不用选 然后呢 是指数量上的要求 那第二个 你反过如果你没背注的话 没在那背注的话 你要知道数量指的叫充分性 所以这肯定不对 对吧 你正正着想反着想都不对 接着 B 审计证据的相关性是指用作审计证据的信息与审计事项及审计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是定义 没错 这个没错 相关性指的是我这个证据能够证明那个目标 好 C 审计证据的合法性 又来了啊 咱们有合法性吗 没合法性这事 没合法性这事啊 是指审计证据的数量应该符合 你看他又谈到数量上 他就给你改名字 所以这个A和C出的方式是一样的 就现在原来作为学生 这题怎么选 现在作为老师呢 其实他就想了 老师给你考的是什么 他让你辨识的是什么 他怎么给你出选项 你看这个选项他就替换了一个名词 最后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是指 反映审计事项客观 什么显示程度 你说不对啊 充分性今天是数量上的要求 所以他不对了 对吧 那所以正确的谁啊 正确的只有B 选择B选项 更多的题目呢 后面有个C题班 大家要做题 就听这个题目的分解讲解 还是到头去看C题班 题更多 在这呢 咱们就讲这个文字 讲内容的表述 给他说清楚 当然大家要去科后配合题去做 第四个 审计证据的决策 审计证据决策 还见面就前面说的就是什么初级要了解的部分 就那对于中级来说呢 其实他也不太重要 就审计证据的收集 鉴定 整理和分析 构成了审计证据决策的全过程 你想我这审计证据肯定我先拿来吧 收集吧 然后我判断他有能不能证明我这事 最后我整理按顺序 给他放在底稿里头 最后分析他的够不够 什么数量啊 质量啊 行不行 这个其实很好记 需要指出的是 审计证据的收集 鉴定 整理和分析 并不是互相不相关的独立环节 相反他们时常交叉 你觉得这个证据有问题了 我再回去再重新收集收集 有瑕疵了 我再怎么再看一看 然后再重新鉴定 它是一个往复的过程 直到最后充分适当了为止 第一个证据的收集 审计人员可以通过 什么样的方法去收集证据呢 这个是第六章的第三节要讲的 那咱们在这不讲 我们在这其实说就是 审计证据收集的方法 就这几种 就这几种 就是这个从检查观察 一共是七个吧 好像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这七个基本方法 是后面要让你们背下来的 这也是又是一个需要背的东西 我要求背的东西不多 所以等你那儿学完了 人再问你说审计证据的收集方法 不就这七个吧 好 这是要汇选的 在这我们不展开说 接着审计证据的分析 分析就是分析 我们前面说的它的特征 充分性适当性 适当性里能分成相关和可靠 那书上呢 是在这讲的才讲的相关和可靠 但你自己要把它和前头拼凑在一起 因为前头咱们已经讲了 一个是充分性 一个是适当性 对不对 适当性里边又分成这两个相关和可靠 我都写一个字了啊 相关可靠 就这意思 他在这教材在这说的 但是你的思路啊 要把这个形成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是审计证据特征的要求 也是咱们核心 就这一章的核心考点 这个相关性咱们看 相关性呢 它是首先要从概念上去会做判断 第一个 一种取证方法获取的审计证据 可能只与某些具体的审计目标相关 而与其他的无关 就这个例子咱说了到这第三遍了 这章就是实物证据 实物证据只能证明它存在 不能证明它的所有权 还记得吗 刚才刚提到的 这就是第一个 就什么叫相关 它可能一种东西 只和一个目标有关系 就这是一个经典性话语啊 人家把后面举例给你刨除了 说我就考你这句话 他说的对不对 你要会判断他对 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这个话语都很经典 针对一项具体审计目标 可以从不同来源 获取证据 或者获取不同形式的证据 这对不对呢 当然也对了 比如说我们还举这个例子 说我要证明这件事的存在 这个存货是存在的啊 我有实物证据证明了 对吧 我还可以有什么呀 我还可以检查它的合同吧 它的购入的凭证啊 证明说我从第三方买了 这些东西买来了 那是不是也可以证明它存在啊 相关的账簿啊 凭证啊 那这就是从不同来源 获取的证据 能够证明同样的目标吗 能啊 可以 如果证据之间存在矛盾 就应该收集更多的相关证据 加以判断 好 这又是一个经典 经典的话语判断 证据之间有矛盾 从审计角度来讲 它有一个谨慎性原则 就是它在认真 不能说少数服从多数 说这有矛盾啊 那个是少数错的 我就不管它了 它的思路一定是要追查 收集更多的证据 判断一下 就是追查这件事 到底它对不对呀 这才是正确的思路 然后和审计目标无关的资料 应该舍弃 没用的当然不要 好 这叫相关 来看一道题 多选题 下列有关审计证据的相关性 相关性表述中正确的有什么 A 就是你在判断的时候 这里边选项 你一定是选和相关有关系的啊 第一个 被篡改和伪造机会越少的证据 越相关 这个篡改和伪造机会越少呢 是它的来源问题 比如说我来源外部的第三方的 直接来源第三方的证据 它被篡改的可能性越少 但它不能叫越相关 而叫越什么 可靠 那这道题 它就是把相关和可靠给你混了 可靠待会咱们要说 但前头已经提到过 所以你先想一下啊 这这琢磨琢磨 它是怎么给你混的 相关和可靠往一块混 接着B 审计证据的相关性取决于审计 获取审计证据的具体环境 刚才也没说吧 不能说我环境好获取的证据 证明力就高 相关性不是这个意思 这依然说的是可靠 就我具体环境好获取的证据 可能证明力高 它是可靠 好 这都不是了啊 C 针对一项具体审计目标 可以获取不同形式的证据 可以吗 可以 这是刚才经典表述当中的第二条 可以 它是可以的 第四个 针对一项具体审计目标 可以从不同来源获取证据 可以吗 可以啊 还是第二条 不同来源 不同形式都是一个事 我们都可以针对同样的目标去用 第五个 一种取证方法获取的审计证据 可能与几项具体审计目标相关 一种取证方法获取的证据 可能和几项具体审计目标相关 可以吗 也可以 一种取证方法 可能我获取的这个东西资料 既能给这个做证明 也能给那做证明 这个刚才没说 但是这句话是对的 你可以记一下 我们想一个 我们想一个 比如说我检查它的合同 买采购的合同 就是买东西进来的 我既能够证明这个东西真实存在 它发生了 也能够证明它的金额是多少 它的机架对不对 甚至证明它所有权 因为我买进来了 它是不是就有所有权了啊 这个过程 所以它一项东西和几个目标有关系 也可以 当你分不清楚的时候 你学完了 你可以做这种举例 你说 哎 我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对这几个都有用啊 就这个说多了就记住了 所以呢 这道题可以选的 表述正确的 和相关有关系的 就是CDE 相关总体来讲 就是这件事 能不能用来证明这个目标 它讲的是这个东西 能不能用来证明这个目标 好 再来看一个题啊 再来看一个 就是相关的难度稍微大一点 因为一般不太好理解 下列有关审计证据相关性的说法 错误的是 选一个 审计证据与审计事项的某一具体审计目标 密切相关 审计证据应该与审计事项的某一审计目标 密切相关 我觉得对 为什么 如果它没有和任何一个目标密切相关的话 这证据有什么用呢 它就不用作为证据了 所以审计证据 它一般啊 都是要和一个具体的一个一个 它能够证明一方面的内容 要相关 好 待会选错的 第二个 审计证据的相关性是指审计证据的数量 一看这 就是它了 它错了 你看 又和数量混了吧 数量足以证明那叫充分性 所以 这里边错误 就是 正确选项 就是B了 选一个错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把CD看完啊 C C 审计证据 与证实 与证实某一审计目标的其他证据有相互印证关系时能够产生联合证明力 对不对 挺好的嘛 审计证据和其他证据都说明这件事对了 我们大家都说它对呢 它就更对了 这个可以 第四个 审计证据和审计目标或其他证据的内在联系越高 质量越好 对不对 对 因为什么叫相关啊 相关指的就是这种内在联系 就是它 它就是特别特别能够适用于证明这件事 它就内在联系 最好 所以选择B选项啊 B选项是错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可靠性 刚才说完相关 接着咱们就说可靠 可靠性受到它的来源和性质的影响 并取决于获取审计证据的具体环境 刚才不是这个选项里边就有吗 就一个环境 往上面一个吧 这个具体环境 所以说这个具体环境啊 和来源这个事啊 都是和它的可靠性有关系的 一般来讲呢 它会举这么几个例子 就是受个人支配程度越小 被篡改机会越少的 它就越可靠 这时候有几个经典的说法 这几个经典说法 大家会判断就行 既可以直接这句话去考 也可以给你一个实物的例子 来看第一个 从被审计单位外部获取的审计证据 比内部获取的审计证据更可靠 强调 因为这是来源 外部比内部 就这两个去比啊 来源 从来源上来讲 外部的证据 刚才讲嘛 外部和亲历的证据比内部证据要可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内部控制有效时生成的证据比内部控制薄弱时生成的证据更可靠 你就想 内部控制这个东西 这个对对证据有什么影响啊 举个例子啊 内部控制好的时候 这个企业有互相的监督和检查 他自己的产生的数据出错的可能性就小 可以这么说吧 如果内部控制很薄弱 没人检查 出错了 大家也不管错就错了 他出错的概率就大 其实这就是个环境嘛 就是你获取证据时的环境问题 就是他这个被审计单位 他出错率高不高 你可以这么理解 第三个 直接获取的证据比间接或推论得出的证据更可靠 因为你间接 比如说我原来导出来是一个数据库 这是直接获取的 那他的数据应该说是最准确 最符合这个企业情况的 但是呢 如果被审计说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帮你加工了 把你需要数据筛选出来了 或者进行一个推论 在这个筛选和推论的过程中 你就可能错了 这时候 所以直接证据更可靠 第四个和文件记录 比口头的更可靠 这好理解吗 文件书面的文件 它比口头一说可靠 最后从原件的比复印件的可靠 这更好理解 复印件大家都干过一事 就是贴上一块纸 我重新弄一树 再一复印 看不出来 它是容易伪造的 原件不容易伪造 所以审计当中在检查的时候 即便你要复印件 原件也得看看 这些呢都叫可靠性 接着经典性话语又一句啊 从不同来源 不同形式的审计证据 互相印证时 证据比较可靠 这不是刚才一个选项吗 就是他们互相印证 可靠性更高 不同来源和不同形式的审计证据 存在不一致 或者不能印证时 怎么办 依然是我前面说的那思路 审计当中 谨慎性原则要求我们 不能够忽略不计 不能忽略不计 他要追查 追查去实施 到底看哪个对哪个错 接下来啊 接下来咱们看题 单选题 从证据的来源来看 下列证据中最可靠的 那这道题就是稍微灵活一点的 他不是从刚才的文字上 直接做判断 而是给了你实物当中的例子 第一个 从税务机关 直接获取的纳税证明 那这个好 这个是从外部获取的啊 你看比较可靠 但是呢 你有比 人人是单选题 你要获一个最可靠的啊 这这是一个备选项 觉得不错的 接着备审计单位提供的 银行贷款合同副本 他已经是被审计单位提供了 那就不是外部来源了 所以这个 肯定不如前面好 不如直接获取好 所以被审计单位提供的 未来诉讼分析结果 也是这是他给的 他给的来源都不太好 第四个 审计人员利用客户提供的数据 亲自计算的账务比率 那这里头 虽然是亲历证据 咱们说可靠性也比较高 但是他最基础的根还是客户提供的 如果他给你提供的本身就是错的 你得到结果也不对 这时候正确的 最好的 和被审计单位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A 对吧 那就选A 继续说 审计证据的分析的方法 这个一般了解 这个没考过 没考过 我们一般了解就行了 审计人员必须对证据进行分类 整理分析 使之 条例化 系统化 审计证据的分析方法有 分类 计算 比较 综合 这些过程 那你就看了 你分类 你不同地方收集的证据 当然要分到不同的项目当中去 比如说这个放在存货里 这放固定资产里 然后呢 这个证据有的是我的抽查表 有的是盘检表 你当然要给他不同的东西放在不同地方 接着 第四 审计证据 影响审计证据决策的因素 也是一般了解 那一般了解咱就说的比较快了 不做什么详细的解释了 审计人员应该围绕审计目标 对 收集和筛选哪些审计证据 做一个判断 那这时候影响他判断的因素呢 审计证据因素有什么 风险因素 根据取得证据得出结论 或者得出审计意见时 所承担的风险 在综合审计证据时 要考虑这类 他的证据的完整性 另外成本效益因素 成本效益因素 其实是可以解释的 就刚才已经说过了 不应该以成本高为由去减少不可替代的必要的审计程序 就是咱们说审计省钱呢 它是可以有 但不是必须有 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不是我必须要节约成本 是可以节约成本 是这意思 重要性 重要性判断 判断审计证据是否重要 是指某一审计证据对审计结论 审计意见和审计决定是否有重要的意义 这时候又提到重要了 重要呢 在第四章 咱们其实提到过 说一想到重要 它就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金额 一个是性质 也就是说 我认为如果金额大的 东西 比金额小的 它更重要 那性质 性质越严重的 比如说这错误性质很严重 违法违规的 那它比一般的要重要 它从两个方面来判断 好 这个呢 咱们独立的会考虑就行了啊 风险因素 成本效益因素 和重要性因素 第二节咱们就说完了